本期为你解读的书是经典文学名著 三个火枪手 2002年正是大众马200周年诞辰 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做主 把大众马的骨灰移到先贤词 和好朋友余果成了邻居 希拉克在演讲中表示 共和国理应给予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应有的地位 希拉克说这句话是有原因的 一直以来大众马都没能在严肃作家中获得一席之地 因为评论家们认为 跟其他作家那些晦涩难懂的作品比起来 大众马的小说实在太好读了 所以他只能算是一个迎合读者的畅销作家 但小说读起来容不容易 跟小说本身写的好不好并没有直接关系 大众马的作品好读 因为他们大多是先在报纸上连载 然后才出版单行本的 当时的连载小说跟现在的美剧有点像 如果读者反馈好 小说就能继续往下写 如果读者不买账 小说就有被砍的风险 三个火枪手刚开始连载 就拉升了报纸销量 于是大众马再接再厉完成了20年后 和布拉热洛纳子爵两本书 构成了火枪手三部曲 除了被批评小说好读 大众马还常被批评 雇用捉刀人写作 其实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 所谓的捉刀人 只是他的助手 大众马的小说 大多是在真实历史框架下 添加虚构元素 让杜撰出来的小人物 游走于权贵之间 掀起历史的波澜 成为历史的主导者 这种写法的好处很明显 小说的读者大都是普通人 读到这样的情节设定 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代入感 但这种写法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工作量实在太大了 大众马本人非常勤奋 每天写作12个小时 即使这样 时间也不够用 以三个火枪手为例 大众马从达达尼昂传 德拉罗什复科公爵的 回忆录等书中 参考了大量历史细节 需要助手整理素材 拟出大纲 再交由大众马本人填充丰满 最终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 那虽然书名叫三个火枪手 但小说中却写了好友四人组 主人公达达尼昂和他的朋友 阿多斯 波尔多斯 阿拉密斯 那为什么书名只提到三个人呢 是大众马数学不好吗 当然不是 因为小说开始的时候 达达尼昂只是一个出道巴黎的 毛头小子 要到小说结尾 他才晋升为火枪队副队长 整部小说可以看作是达达尼昂在 路易十三宫廷中的个人奋斗史 三个火枪手的故事发生在1625年 那是大众马精心挑选的年代 因为有战争 有阴谋 有国仇家恨 还有各色风云人物 1625年的法国 宗教战争虽然已经结束 天主教和胡歌诺派仍然冲突不断 还有国内大贵族以宗教为由头 挑衅路易十三的王权 隔海对望的英国通过资助胡歌诺派 来介入法国国事 除了虎视眈眈的英国 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 也对法国形成合围之势 法国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为此路易十三迎娶了西班牙公主安娜 想要结成法西同盟 这是一场没有爱情 只有算计和提防的政治婚姻 至于我们小说的主人公达达尼昂 此时身在遥远的加斯科尼 浑然不知法国宫廷的暗流涌动 他带上父亲的介绍信 骑上小黄马 一起风发的要去巴黎大展身手 可没走多远 达达尼昂就因为别人嘲笑他的马匹 毛色奇怪 冲动的要求决斗 结果出师不力 剑也折了 人也晕了 一觉醒来 连介绍信都被偷了 达达尼昂怀疑是决斗的人偷走了信 立马追出客栈大门 出来之后呢 他看见一位绝色佳人端坐于马车中 提到了伦敦 白金汉等字眼 接着就绝成而去 但那惊鸿一瞥 已烙印在达达尼昂的心上 那神秘女子是谁呢 此时的达达尼昂还无暇顾及爱情 他要趁着有限的盘缠用光之前赶到巴黎 找到父亲的老乡时 现在的火枪队队长德特雷维尔先生 达达尼昂虽然弄丢了介绍信 贵为王国三号人物的特雷维尔先生 还是波容接待了老乡 但无法把他收进火枪队 因为国王下令 有军功的人才能成为火枪手 达达尼昂识趣的表达了谢意 出入权贵府邸 他意外发现周围的人们都在无所顾忌的 谈论国王和首相的矛盾 这刷新了达达尼昂的认知 原来宫廷政治如此复杂 这是他来到巴黎后的第一个收获 很快他有了第二个发现 他竟然在特雷维尔府上 瞥见了和自己决斗 并且偷走介绍信的人 达达尼昂二话不说 夺梦而出 没成想 先是撞到了一个肩膀受伤的火枪手 又在府邸门口 无意戳穿了另一个火枪手 一致千金买了根金肩袋的谎言 最后他热心的捡起了第三个火枪手脚边的手帕 后者却恼羞成怒 否认手帕是自己的 小偷没追上 达达尼昂这一连串的冒事举动 到为他收获了三场决斗 第二天 四个人的决斗还没开始 他们先碰上了首相的卫队 两队人马言语之间 你来我往 火药味越来越浓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这个时候达达尼昂不得不做出选择 是站在火枪队这边 还是站在首相卫队这边 电光火石间 达达尼昂做出了抉择 他要站在火枪队这边 一场混战后 首相卫队落荒而逃 达达尼昂和三个火枪手不打不相识 由此结下了共同进退的友谊 现在让我们来正式认识一下 达达尼昂的三位挚友 被撞到肩膀的是阿多斯 沉默寡言的老牌贵族 对他来说 尊严是最重要的 被戳穿牛皮的是波尔多斯 举止浮夸 浩大喜功 否认首帕的是阿拉密斯 谨言慎行的他 似乎和某位贵妇 有些不正当的关系 这就是大众马的比利老道之处 通过描述达达尼昂 和每个火枪手 结下梁子的不同原因 寥寥数笔 就勾勒出三人不同的性格 说句题外话 大众马最初甚至想过 用阿多斯 波尔多斯 阿拉密斯做书名 可报纸的编辑不同意 觉得书名听上去 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 命运三女神 会影响销量 于是改用了三个火枪手 四个好友 本以为揍了首相的人 捅了大娄子 没成想 竟得到国王接见 达达尼昂获准加入国王卫队 还得到四十个金币的赏赐 关于如何使用这笔钱 三位好友各执一词 又暴露了每个人的喜好 阿多斯务实 建议定一顿丰盛的饭菜 波尔多斯讲究牌畅 建议雇个跟班 而阿拉密斯则提议找个情妇 四十个金币 没过多久就挥霍殆尽 达达尼昂不禁为生计 发起筹来 恰在此时 房东登门造访 有事相求 原来啊 房东的妻子在宫里当差 是王后的侍女 可最近一直没回家 下落不明 房东思来想去 在认识的人当中 要算达达尼昂 最是位高权重 他承诺 只要找回妻子 一定重金抽血 可还没等到达达尼昂展开调查 房东竟然被首相的人马 抓起来了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一个小小侍女失踪 为何会惊动首相呢 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房东的妻子突然回到家中 那是一个娇俏美丽的女子 达达娘不禁动了春心 为了彰显自己的英雄气概 她执意为美人 胎幽解难 原来一切源于首相的阴谋 她为了挑拨国王和王后的夫妻关系 派出密探 送信给伦敦的白金汉公爵 也就是王后的情人 假托王后名义 邀请她来巴黎优惠 达达尼昂在小说开头 撞见的那位神秘女子 正是首相的密探 名叫米莱迪 白金汉公爵不知有诈 前来赴约 首相为了抓到王后的通奸现行 必须确保王后身边的人 都是自己的亲戚 所以干脆绑架了王后的心腹 也就是房东的妻子 幸亏房东太太机灵逃了出来 在她和达达娘穿针引线下 王后和白金汉公爵 有惊无险的见了面 王后还给了情人一串钻石坠子 作为定情信物 得知阴谋没有奏效 公爵已经前回英国 首相不尽怒火中烧 但老谋深算的政客 岂会轻易认输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首相一边派出密探 去白金汉公爵那里行窃 一边怂恿国王 让王后在即将举行的舞会上 佩戴钻石坠子 以示两人情笔金尖 可那坠子远在英国 马脚迟早会露出来的 乱了分寸的王后 想到一个办法 写信给情人讨回坠子 那派谁去呢 重任当然落在了达达尼昂身上 首相闻讯设下重重关卡 围追堵截 三位好友为了保护达达尼昂 先后落入敌人圈套 到最后只剩下我们的主人公 过五官斩六将 顺利把信送到了公爵手中 当公爵取出信物时 傻眼了 那串钻石坠子 怎么会少了两颗呢 公爵这才想起 曾接近过自己 肯定是他趁机割下了钻石 舞会如期举行 王后胸前空空如也 国王不禁想起首相的话 难道王后真的对他不忠 把坠子送给了情人 他责令妻子回卢浮宫 取来坠子 王后再次现身时 钻石在胸前熠熠生辉 而且一颗不少 首相的阴谋再次挫败 原来公爵命人 仿制了两颗钻石补上 又拜托达达尼昂 十万火急赶回巴黎 逃过一劫的王后 为了感谢达达尼昂 送上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 三个火枪手 把首相挑拨国王夫妇感情的动机 写成求爱不得 首相爱上了美丽的王后 只可惜后者清新于白金汉公爵 既然得不到美人的芳心 那就捅破他的私情 这当然是大众马杜撰出来的 不过钻石坠子却有其事 德拉罗斯妇科公爵 在他的回忆录中 记载了这桩译文 至于王后和公爵的恋情 也未必是空穴来风 就在1625年 路易十三将妹妹 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 白金汉公爵负责迎亲 王后负责送亲 据说两人在亚绵 有过独处机会 公爵做出了胆大妄为之举 王后惊声尖叫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无从得知了 钻石风波告一段落 达达尼昂得到了王后的信赖 算是事业得意 情场也随之开花结果 虽然知道米莱迪 这个蛇蝎美人 是首相的密探 达达尼昂仍然觊觎他的美色 一天晚上 趁着夜色掩护 达达尼昂潜入 米莱迪的闺房 米莱迪以为来的是 自己的心上人 热情迎接 并送上蓝宝石戒指 作为定情信物 两人一番云语之后 达达尼昂袒露真实身份 米莱迪又恨又恼 发誓要报仇血恨 现在个人情势 要暂时放一边了 因为国家大事 在召唤达达尼昂 和他的好友 路易十三和首相 决定围攻拉罗舍尔 火枪队和国王卫队 寿命随驾出征 但路费和装备 需要自己筹措 这可难住了 平时大手大脚 惯了的死人 要到哪里去筹钱呢 这又能看出 每个人不同的处事风格 波尔多斯夸口 情妇会替他解决燃眉之急 阿拉密斯 有神秘朋友雪中送炭 但他对外宣称 那是刚收到的诗集稿费 阿多斯决定 以不变应万变 静坐家中 达达尼昂 及时想起了那枚蓝宝石戒指 把他换了一笔钱 和阿多斯共享 四人整装待发 朝拉罗舍尔进军 拉罗舍尔是座港口城市 它能在法国历史上 占得一席之地 就是因为拉罗舍尔为城战 我们前面提过 宗教战争随已结束 宗教矛盾仍然存在 拉罗舍尔就是胡格诺教徒 在法国最后的据点 也是英国人干预 法国朝政的桥头跑 路易十三和首相 想要进一步集中王权 就必须铲除拉罗舍尔 这个心腹大患 首相再次招来密探米莱迪 授予他前回英国 刺杀白金汉公爵 没了主心骨的英军 或许就会不战而退 四人得到消息 心系王后的他们 自然不希望 王后的情人有闪失 决定兵分两路 分别给王后和米莱迪的小叔子 温特勋爵带去口信 米莱迪刚踏上英国领土 就被温特勋爵扣留 带往城堡监禁起来 米莱迪怎么会轻易束手就擒呢 他先是色诱看守自己的军官 失败之后又开始攻心战 米莱迪从军官朴实的穿着 严肃的举止中看出了端倪 他是清教徒 米莱迪立刻伪装成受迫害的清教徒 不仅博取了军官的同情 还点燃了他对白金汉公爵的仇恨 因为公爵作为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宠臣 鼓励国王娶了一个天主教徒的王后 也就是路易十三的妹妹 米莱迪的举动堪称一箭双雕 军官不仅放了他 还在蛊惑下前去行刺白金汉公爵 当温特勋爵文迅赶到时 公爵已经伤重不治 米莱迪逃回法国 躲进修道院 本以为万事大吉 但达达尼扬等人快马杀到 一众人等把他就地正法 白金汉公爵的死讯传到拉罗什尔 城内军心动摇 法军最终攻下城池 首相眼见密探已死 公爵这个祸患已除 又十分赏识达达尼扬的才智和勇气 和他握手言和 并将他提拔为火枪队副队长 达达尼扬终于实现了 他的第一个人生目标 至于后世如何 那就留待火枪手三部曲的 另外两部去讲述了 读完小说 如果你有兴致去翻查史料的话 会惊奇的发现 大众马对于历史脉络的把握 大致是准确的 小说用有限的篇幅 描述了路易十三 和首相两人之间微妙的君臣关系 看似有权力斗争 但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 两人达成了默契的合作 首相作为一代枭雄 的确在有生之年 扶持法国一步步走向强盛 以拉罗舍尔围城战为起点 对内厘清了宗教矛盾 打击了大贵族和新教特权 把权力收拢到国王手中 之后的路易十四 才能缔造空前强大的法国 然而如果只有波澜壮阔的大历史 就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 那些大人物 大事件和老百姓又有多少关联呢 大众马就聪明的在宏观历史的拼图中 嵌入虚构的小人物 拉近了读者和历史的距离 严格说来 达达娘和他的三位好友 真真切切的在历史上存在过 但大众马只保留了姓名 对他们进行了二次创作 于是有了这一众个性鲜明的主角和配角 尤其是阿多斯和米莱迪 我们可以把这两人看作达达娘的精神父母 阿多斯的身上承载了贵族精神 这是达达娘向往的品质 出道巴黎的年轻人 天真热血不安世事 是阿多斯教会了他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非敌即有的 还存在着灰色地带 也是阿多斯让达达娘逐渐领悟了政治暗马 到最后能在宫廷中游刃有余 并坦然接受了首相递来的橄榄枝 米莱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达达娘的性启蒙老师 引领他进入女性世界 大众马革命性的赋予了女性角色 可以和男性匹迪的才智和胆量 只可惜这个女反派的故事走向 仍带有宿命色彩 小说到最后米莱迪的身世曝光 阿多斯难以启齿的情史也有了答案 米莱迪曾是修女 勾引了一名教士 并偷窃盛气贩卖 被捕后身上被烙了犯罪者的印记 米莱迪和情人逃走后 伴做兄妹生活 正是在那时 阿多斯无可救药的爱上了他 并娶她为妻 但阿多斯后来发现了米莱迪身上的烙印 感到自己名誉受损 不过米莱迪并没有死掉 而是逃到英国 摇身一变成为首相的密探 游走于英法两国宫廷之间 我们可以感受到大众马对米莱迪的厚爱 甚至为他设计了一条极为完整的故事线 来丰满这个人物形象 功于心计 心狠手辣 有魅力非凡 这样耳目一新的角色设计 自然让读者大呼过瘾 为了留住读者的心 大众马还有一招 让小说充满动感 怎么做到呢 大众马是写剧本出身 他把创作戏剧的手法融合到小说中 加大对话比例 通过小说人物一来一往的对话 赋予了故事更加紧凑的节奏 读来酣畅淋漓 大众马的小说十分的接地气 这和作家本人经历脱不了干系 他是在开客栈的外公家长大的 十分了解小市民和资产阶级的品位 也乐意把这类人物写进作品中 比如三个火枪手中的波尔多斯 有些浮夸虚荣 但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 一个读者为什么要看某个作家的书呢 其实是为了在作品中看到另一个自己 这是作家和读者之间需要达成的某种默契 显然大众马的读者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熟悉的影子 在这种熟悉感之上 大众马最后还加了点调料 创造出一点新鲜感 大众马写历史小说并不是为了怀骨 而是一时为鉴 他重写过去是为了帮助大众更好的理解现在 以三个火枪手为例 他挑选这段历史除了因为戏剧冲突多 还因为17世纪20年代和大众马生活的时代 有微妙的相似之处 小说中的法国 国王路易十三还未实现中央集权 资产阶级成为一股新鲜势力 大众马生活的法国 波旁王朝依然倒台 等级制度趋于崩溃 大众马尽管和法国王室私交不错 但他是坚定的共和派 他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让一个君主制国家过渡到民主的共和国 虽然不能把大众马的历史小说 当成严肃的历史书来读 但在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的19世纪 民众正是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了本国的历史 并且树立起国家自豪感 此外 这种意识形态功能 还帮助一个国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身份 虞果称赞大众马是法国思想的传播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也是法国历史的传播者 正如现在的人们通过好莱坞电影来了解美国一样 全世界人民也通过大众马小说知道了法国历史 照此说来 大众马理应在先贤词中获得一席之地 好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期内容里的知识要点 1. 虽然书名叫三个火枪手 但小说中却写了好友四人组 达达尼昂和他的朋友阿多斯·波尔多斯·阿拉密斯的故事 整部小说可以看作达达尼昂在路易十三宫廷中的个人奋斗史 2. 大众马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历史小说 其特点是 大众马在真实历史框架下添加虚构元素 让杜撰出来的小人物游走于权贵之间 掀起历史的波澜成为历史的主导者 3. 大众马写历史小说并不是为了怀骨 而是以史为鉴 是为了帮助大众普及本国历史知识 并且理解目前所处的环境 4. 三个火枪手之所以让人欲罢不能 是因为大众马做到了以下几点 其一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角色 其二 它让小人物成了故事主角 十分接地气 满足了普罗大众的精神需求 其三 通过加大对话比例 来加快故事节奏 读来酣畅淋漓 最后 大众马独创性的 把异国情调元素和历史元素 添加进小说中 本期的内容就讲完了